朋友们大家好 那这一期的主题呢 就是我们尝试用性价比最高的画材 画出一张好看的作品 今天我会使用温莎牛顿的水彩颜料 它是温莎牛顿学生级的 然后这一盒大概是我四五年前买的 所以它新版的应该已经换包装了 大家只要打开某网 然后搜索温莎牛顿 把价格区间设置50以下 就可以找到它了 那笔呢我这次选择的基本上都是 中国的毛笔 然后大部分啊 有三只是这个羊毛 也是毛笔里最便宜的一种毛质 但是虽然它的这个价格比较低 但是羊毛它是属于吸水性非常好的一种毛 所以我们在做铺色 然后跟水彩做搭配的话 还是非常合适的 那么还有一只小的这个画细节的 也是价格很便宜 大概10块钱以下啊 然后这一只就是会做一些更加细节的刻画 画一些更耐看的细节 会用一只最小好的笔 纸的话呢 我就不太推荐大家用最便宜的纸 因为在画材里面 纸是所有水彩画材中最最重要的 所以尽量选择棉浆的水彩纸 就水彩一定要用专业的水彩纸画 就是大家用素描纸啊 或者是一些白卡纸啊 然后甚至有朋友会用打印的复印纸去画 这是万万不行的啊 一定要选择专业的水彩纸去做画 或者是完全没有画过的朋友 你们可以买一些这样的小本子 就是这种小本子 因为这种小小的嘛 看上去会比较遮丑 就是你画的不是很好呢 但是放在这个小本子上呢 还是会显得很可爱 然后也会很有做完一张画的一个成就感 那如果想很正式的 很有仪式感的 说我就要开始学画画了 那我还是很推荐大家画八开尺寸的 就是这个八开尺寸 我觉得是作为一个好好学画画的一个标杆 就是如果你想好好画水彩 那最好还是画八开尺寸左右的这个作品 会对你的画剂提升更有帮助哦 只要看好它的纸张成分是 纯棉水彩纸就可以了 百元之内的颜料 百元之内的笔 百元之内的纸 然后加上宋老师免费的水彩视频 你就可以享受画画的快乐啦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那大家看一下我为了配合这次的视频 我选的铅笔都是图卡器啊 它不是一个很贵的自动签 它是一个考试用的图卡器 2B的 这个颜料已经过期了啊 大概五六年了有 我觉得最基础的三原色啊 红黄蓝 就可以做画了 只是因为有很多颜色会配合我们 让我们画画的时候 节约更多的时间 这个已经挤不出来了 出来 你看尾巴还能挤 整个的是一个灰绿色的底子 群青 太青 清莲 清莲应该就是紫色 加一点点橙色 让它不要颜色这么纯 便宜的颜料跟贵的颜料 最大的一个区别 它其实有一个用量的问题 它要搓很多 但是可能你用要贵的颜色 你可能稍微灼取一点 就可以调出比较大面积的 这个浓郁的色彩 上半部分的底色要比较灰 往下铺 我们的这个颜色的浓度啊 大家就可以调高一些 因为近处的水面 离我们比较近 我们的这个船的轮廓 给它保留住 船的轮廓它比较重要 你看这个羊毛刷多好用 但羊毛刷有的时候 它会掉毛 这个就不太适合强迫症 就有一些朋友 他特别有强迫症 他在这个画画的过程中 他如果这个纸面上啊 有毛 他就浑身难受受不了啊 但是我没这个问题啊 我没有那种很严重的强迫症 我是可以忍受掉毛的啊 这个时候可以用一个小笔 我们把这个积水的地方 做一点小的处理 积水的地方就不要让它 有太多的水分积在这儿 它一会儿可能会反上来 因为这一套颜色 很多颜色是 它缺了一点颜色 不要想着啊 我缺了一个颜色 我就画不了了哈 其实没有这种说法的 只要关系对了 你一两个色彩有一点不准确 或者是跟圆图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问题不大 好 我们现在慢慢可以把这个桥 给它铺一下 这个桥其实我觉得一定要浅 不要重啊 这个桥一重 它的这个亮面就出不来了啊 这个桥我们要给它铺的又浅 同时还又有一些变化的感觉 就是不要把船面画的光秃秃的啊 准不准确不重要啊 因为你画错了 你还是接着往下画 你最后得到的那个效果 还是会是一个比较 因为都是错的嘛 就负负得正了嘛 然后最后看起来就会像是 比较正确的东西 其实传这个题材 我一直觉得是 比较入画的一个题材 我发现这个温纱 它挺好用的 但是它就是用量比较多 就是我用比较贵的一个色彩 颜料去画的话 它可能就我站一下 就够我要的这个重度了 但是用它的话 我可能得着去好几下 就是它的这个胶质 可能会比较重 就是我调和的时候胶感比较重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画这艘船的时候 用的笔是越来越越来越小的啊 就是很多同学 因为它看多了网上的一些快速的视频 这个我也有错 就是它一直认为 我画画的一个节奏是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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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ção 其实并不是 它的正确节奏应该是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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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是很激昂或者是一直很慢 它都会有一个前奏 然后高潮 然后收尾 画画整个的节奏也是这样的 它不会是一个 一直是这种很激昂的感觉 画画就感觉很像一个疯子 就是船面上 我们有很多很多东西 可以去找 就把这个船面的效果 找得比较精致 现在整个的这个纸面 基本上干了 我觉得这个船 其实我们也可以等一等 就是让它再干一干 那再画到这种深的地方 如果它能够刮的话 我会用一下这种刮刀 在这个深的地方里 我可以再刮出一些线 就看起来这个船里 就会特别有小细节 有一些细节的感觉 那具体这个线到底是什么 其实没那么重要 就感觉它很丰富就好了 有一些突兀的留百 你拿这种洗笔水给它罩上 让它不要显得那么突兀那么亮就可以 我们现在把这个桥下的影子带出来 我会用太清兰再加一些红色 我看看它因为两个颜色 它反映一下它会变成一个更重 然后有一点发紫的感觉 如果觉得还是重了的话呢 大家可以再加一点点绿 画倒影的时候一定要多调和一点 本着浪费的原则 反正这个颜料也很便宜 我们就使劲的戳 然后这个桥上其实还没画完 因为这个桥上其实 它这个木质的感觉还是很丰富的 所以我们的桥上要运用一些小笔触 把这个有一点旧的这个桥 木桥的感觉带一些出来 也可以拉一些线 拉一些线性的东西出来 让这个它里面的这种关系非常的丰富 然后我再摸摸 这个船其实还能再借着往下画 因为这个船上还不够 很多朋友说 画到这里我就画完了 其实一张好的画 应该是你不管在什么步骤里停止 它看上去的这个效果 应该都还是不错的 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收尾 我们把这个船上的这种质感 然后盖身的地方去给它加重 现在基本上就全是干化了 就没有什么湿化了 因为我们画面基本上都已经干掉了 盖干的地方它都已经干了 那还有同学 他因为看过我之前的视频 然后他会说 哎 苏老师 你不是说就是这几只笔就够了吗 那为什么你有那么多笔啊 对 确实是这几只笔就够了 但是买买买的快乐 没有办法去抵挡 虽然我的画财已经很多了 但是我还是可以从卖买买中 还有一件事情一直也很困惑我 就是因为我之前在我的学员群里 做过一个问卷调查 我发现就是94%还是95%的 跟我学画画的同学 都是女孩子啊 都是小姐 小哥哥们都去哪里了 我就不尽有这种困惑 小哥哥们 小哥哥们呢 小哥哥们都不喜欢画画吗 你们的兴趣爱好都在哪儿 不知道评论区里有多少是小哥哥啊 小哥哥的抠二 小姐姐的抠一 真美 还能再画啊 我们看这刚刚这里有一个留白 那我们把这留白做成一根棍子 就是有的时候画面中 有一些不经意的小细节 那么我们画到后面就可以 为我所用 现在我觉得画面的大的效果 我还是较满意 在收拾收拾 就基本上可以结束了 那今天呢 搜老师用性价比非常高的画材 为大家带来的一幅示范 其实不管是 就是价格昂贵的画材 还是性价比很高的画材 也都不妨碍我们去享受绘画 带给我们的快乐 那这期就到这里啦 喜欢搜老师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 记得给雷哥 投币哦 哈哈哈 哈哈哈